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剪刀我们用的时间长了 它变盾 连这个小细绳都剪不断 怎么办 包括这个胶皮 看 剪的时候直接这样子分开 剪不掉 变盾 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好方法 我们拿家里面的这个筷子 我们把这个筷子放在这个剪刀上面 轻轻的给它磨一磨 它就会锋利如新的 那么怎么样来磨呢 很简单 我们如果说用这个筷子的话 我们就给它挤一点牙膏挤在上面 我们如果说用这个陶瓷的话 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弄 那么先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筷子啊 我们首先把这个牙膏给它挤在这个剪刀上面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挤 这个牙膏主要起到一种研磨 作用 看见了没 像这样子我们给它擦的顺一点 特别是这个刀口的位置 看到没 就像这种情况就可以了 之后拿一个筷子 如果我们想要磨擦这个面 我们就倾斜15度左右 像这样子给它磨呀 有这个牙膏做润滑和研磨 那么这个剪刀会磨得非常锋利呀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 我们如果磨这个刀口的话 它是倾斜15度左右的 千万不要这样子垂直磨 垂直磨它直接就报废了 整个剪刀就不能用了 像这样子 倾斜15度左右 之后这边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给它倾斜着来磨 多给它磨几下 像这样子就差不多了啊 那么如果说我们用的是这个陶瓷 刚才也说了 如果说用的这个陶瓷的话 我们就不用再给它涂牙膏 因为这个不是金属 如果我们用这个不锈钢筷子 金属对金属就需要磨牙膏 现在我们如果说用这个陶瓷 我们就这样子来磨呀 同样的剪刀 这个刀刃倾斜15度左右 在这个陶瓷碗上面 这样子来磨 一下一下的磨 它也会变得非常锋利啊 这两种都是我们在家里面 非常容易找到的 倾斜15度左右 像这样子把它给磨 我们多磨几下 看现在就变得很锋利了 对吧 我们现在再来试一下 剪这个绳子和剪这个胶皮啊 首先我们剪这个胶皮吧 给大家来看 是不是啊 我们用前面剪也是一样的 看到没 之后这个绳子再给大家来试一下啊 看是吧 因为它本身就是软的 轻轻松松就剪下来了 既简单又实用啊 朋友们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呢 可以留言 平时剪刀变断是怎么解决的 一起交流 一起学习啊 给下大家的收看 我们看